古人有話蒼海桑田 看見珍珠都沒有那麼珍 請看幾十年前的大會堂 原來是這樣的 第一代的香港大會堂 其實就是在今天的匯豐銀行 和中國銀行的位置 其實在1868年的時候 已經是落成啟用 整個建築空格 都是很有新古典主義的風格 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大會堂 其實是第二代的香港大會堂 隨著中環核心地帶的發展 三十年代開始 舊大會堂分兩階段測赦 當時政府計劃在皇后碼頭一帶 起一座新的大會堂 看回第一代的大會堂 其實並不是很照顧得到 當時華人的一些需求 這也跟1950年代之後 華人的人口 華人的政治組織 在殖民地的政府裏面 影響力越來越大 都有一些關係 有很多不同的民間組織 都很希望政府可以 建立一個新的大會堂 給市民做一個民喻康樂活動 新大會堂景象不環 十層樓高插運銷 由高低座和紀念花園組成的大會堂 最終在1962年3月2日正式啟用 在整個設計的風格上 都是屬於一個戰後的現代主義的風格 亦都帶有很強的一些 早期國際主義的一些色彩在裡面 例如我們看到無論高座也好 低座也好 其實都有用到很大的玻璃幕牆 除此之外 都有些非常平實簡約的設計 現時的大會堂看起來 外形和附近的高樓大廈差不多 但在落成的初期 這個設計其實是屬非常前衛 看回50年代的中環 完全是一個古典主義的設計 所有這些建築物 都有一個很濃烈的歐洲味道 所以當時這個大會堂 一個現代主義建築 其實是一個和舊中環的建築物 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剛剛被列為法定古蹟的香港大會堂 今年踏入60周年 成為最年輕的法定古蹟 它屬於香港第一個戰後現代主義的 建築物被列為法定古蹟 其實亦都趁著有這個契機 亦都可以讓市民去到 多些認識到戰後的現代建築 它的一些建築的特色 它的一些設計上的價值 以及它的歷史地位